上次测试完Xperia 1 II之后 大家知道它有一个很强的高速连拍功能 那其实这个功能它也可以搭配宠物的眼部对焦 来拍摄一些好动的猫猫狗狗 那Sony呢今天就布置了这样一个场景 找来了很多宠物明星来让我们测试这个功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拍出这些可爱的猫狗照片吧 优优独播剧场 我们先请Yang在这边跟媒体朋友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同时也介绍一下参生工作室 哈喽大家好我是参生工作室Yang 在这边我们也想说让Yang分享更多拍摄宠物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秘迹跟秘诀 就是可以先提醒各位媒体朋友们的 像要拍摄第一个我会让他们是放松 然后降低戒心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它是在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下 是不太可能得到好照片 对那当然如果今天我们是用手机拍摄 相对对它的侵略性来讲就会低很多 那甚至我可以一只手拍摄 另外一只手就是空出来吸引它注意这样子 因为像这次Sony是有媒介Photopore的一个模式 那Photopore的话其实它就像一般专业相机一样 我可以调整的范围很多 那像如果遇到猫猫狗狗是比较好动动作比较快的时候 我会建议使用S-MOS 它就是快门先绝 所以我把它快门提高到一个度的速度 250分之一这样的以上 它可以凝结那个瞬间 对那其他的东西都交给聪明的手机自己来专业 对那像一般如果我们拍摄静态的话 我会使用M的东西 就是把快门速度尽量放慢 因为它其实是静态的 所以放慢也不会糊掉 对那这个实况现在就可以得到 画质相对是比较高的照片 那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试拍的一堆宠物照片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大部分都是用高速连拍来拍摄 那我让大家看一些就是动作 捕捉动作的结果 这张就是那个这科基的主人 他把零食放在狗狗的鼻子上 然后就是下指令 一二三让他吃 然后就是透过高速连拍 大家可以看到就捕捉到他 吃零食的那一瞬间 我让大家放大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零食飘在半空中 然后他张嘴要吃的那一瞬间 那也有比较静态的 比方说像这一只猫 比较懒就比较没在动 我就把模式设定成M模式 捕捉一些比较静态的那一瞬间 M模式拍出来的细节 其实都也是很不错 所以呢再次印证 Isbira 1 Mark II的高速连拍是有用的 而且不只在拍动态人物 你也可以用来拍摄动态的宠物 ISM小胆 刘切紧 1章 刘切红 2章 刘切红 2章 刘切红 2章 刘切红 1分钟 2章 刘切红 3章 刘切红 5个 5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